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马来西亚时间4点10分了 那你可以看得到呢 我上一期影片的提到的位置呢 就是0.618的位置 好 我们现在去看 他会测试这个0.618的位置 也就是在这里这个位置 所以他差不多呢是要接近了 要是他可以突破的话呢 站稳在上方呢 他将会进一步的继续的上涨 大家也可以注意0.786的这个位置 好 回到来呢 是不是我告诉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0.618的位置 他一次没有办法突破 两次没有办法突破 突破呢 他就继续的上涨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呢 就是这个趋势线呢 也是很关键的 因为他都是碰到了趋势线 没有办法突破 突破之后呢就继续的上涨 那接下来 大家需要关注的这个价位呢 就是在于这个阻力0.786 4480的位置 之前呢就是跌破这里 这个位置呢就迅速的下跌了 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关注这里的阻力位置 要是接下来的以太币呢 到了这个位置突破呢 站稳的话 他还会继续的上涨 可以来到这个之前前高的主力位置 所以这两个呢 是大家可以密切去关注的 如果你有在这里进了你的多单呢 你可以去关注 接下来他到了这个位置 能不能突破 没有办法突破的话呢 他还是会下跌测试0.618 也不排除就在这里先震荡之后呢 再继续的上涨 因为他可以成功突破0.618呢 其实就是非常的强势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以太币的天图 好来到以太币天图呢 我一直都有告诉大家 就是一定要去注意这个上行通道 你看他就是回到了这个上行通道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回到了这个很强的支撑的上方 所以他只是插了一根针到这里这个位置之后呢 就继续的上涨 那大家呢 可以看得到呢 现在他的上涨呢 是非常强势的 那我们要如何去确定 接下来的牛市将会继续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画一个趋势线 在这里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里 这里接下来要是以太币可以突破站稳的话呢 他将会继续这个牛市 这个呢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但我们还是要看比特币接下来的走势如何 以太币呢 是我好几期的影片呢 都有告诉大家呢 他是非常的强势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的话呢 大家一定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的强势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呢 其实他在这里呢 就是有出现了这个三角形 对不对 就是在这里碰到了阻力呢 就下跌 碰到了阻力呢 就下跌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他能不能突破 没有办法突破呢 还是会重新测试 突破呢 将会继续的上涨 所以在天图呢 三角形呢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的 这个呢是下降三角形 要是跌破的话呢 他还是会进一步的继续下跌 所以在这里这个支撑呢 都是讲了很久 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那我们打开EMA收合二手 你可以看得到他目前呢 已经是回到了这个EMA收合二手的上方 但是呢 因为上方就要接近这个阻力 所以大家需要去关注的 然后我们也用天图来看这个菲波那奇 你可以看得到呢 其实他已经站稳在0.618的上方了 就在这里这个位置 而且也站在了蛇和二手的上方 所以以太币的走势呢 非常的强势 大家接下来一定要去关注0.786的这个主力位置 没有办法突破呢 他还是会重新的在这里震荡突破 站稳呢将会继续的上涨 OK 好来到比特币四个小时突入 我们来回顾上一期影片 要是有一波的反弹呢 我们要注意这里这个位置 没有办法突破呢 他将会进一步的继续下跌 那我们用菲波那奇来看 这一个位置呢 刚好就是在神奇数字的这个0.618的主力位置 好回到来这个影片呢 我之前呢就是有告诉大家呢 他会反弹测试这里的这个主力位置 对不对 那当然其实在昨天呢 我是有给我的会员呢 就是做了一个分析哦 他要是没有办法突破呢 他还是很大可能性呢 会下跌测试之后呢 再继续的上涨 但你可以看得到呢 他已经是成功突破了这里这个主力位置 然后接下来继续的上涨 那目前呢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还是一样的 就是5万3和5万4 这里的这两个重要的主力位置 要是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呢 可以带量突破上涨 站稳在上方的话呢 他将会进一波继续上涨 这里绝对是大家呢 可以进场做多的一个很好的位置 之后呢 比特币呢将会继续的上涨 那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很强的主力了 为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先打开这个菲波纳奇 那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0.618的位置呢 就是在这里接近这里这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要是没有办法突破0.618呢 他还是一样的会继续的下跌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这里这个位置呢 多加注意 这个是很强的主力 所以接下来比特币呢 那要是没有办法带量突破的话 他都很难呢 可以突破这里这个主力位置 ok那我其实觉得 如果大家要看到牛市继续呢 我们必须要看到呢 比特币呢 可以成功的站在5万4的上方 否则呢 这个走势呢都只是一个暴跌后的反弹 反弹之后没有办法突破呢 还是会继续的下跌测试 所以这里呢是大家需要多关注的位置 ok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天图 好来到了比特币的天图呢 我们要去关注的就是这里的趋势线 还有主力位置 要是接下来呢 比特币可以突破 站稳在上方呢 他将会进一步的继续上涨 牛市呢将会继续 所以这一波下跌呢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 要是接下来上涨到这个位置 没有办法突破呢 都可以开一个空单 接下来呢 他将会继续的下跌 所以这一个呢 是大家可以关注的位置 非常的接近了 这几天吧 就会有一个答案的好吧 所以这里是大家要关注的 那打开EMA10和20呢 他依然呢 还是在10和20的下方的 所以也就是说整体的走势 以EMA10和20来看呢 都还是下跌的走势 而且EMA10呢 刚好也就在53,000的位置 OK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飞波纳奇 从最高这个位置呢 到最低这个位置 那你可以看得到呢 他目前的位置呢 遇到了主力就是在0.382 这里这个位置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去关注 要是他突破上涨呢 有没有办法突破0.618 58447的位置 这里也刚好就是之前 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主力位置来的 OK 然后我们需要密切的去关注 这里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呢 就是给我们知道 是牛市继续呢 还是说只是一个熊市的开始 好吧 所以大家可以密切的去关注 OK 那我的分析呢就到这里了 这些只是我的分析和个人的看法 并不代表收人都一样了 只是作为参考 不是投资的建议 投资要谨慎 来到最后呢 我要告诉大家 拜币呢有一个新的 这个合约大赛 那这个活动呢 大家可以赢取特斯拉 Model 3开回家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iPhone 13 供十部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参与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立刻报名 那到底要多少才可以参与呢 你可以在这里了解详情 只是需要0.02的BTC 1000USDT 还是0.25ETH呢 就可以参加这个比赛了 好如果你还没有注册BuyBee的账号呢 你可以使用我的链接注册呢 并且得到更多的这个福利 好那我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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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